好 我们转换一下新型东森美洲电视招牌节目奖量化 进入全新的单元 而本周末的节目呢 找来医疗网的专家 还有老人日间中心的负责人 根据他们第一手资料还有经验 来分析2015年有关老人医疗福利的改变 并且讨论有哪些该注意的地方 现在一起来看看 美国拥有完整的医疗体系 被誉为退休天堂 不过政府为了更好的整合资源 宣布将白卡纳入HMO管理式医疗计划 抛开齐头式平等的财务分配法 要求一时仔细检查血病例 才会依据病情指标给预算 所以他不希望就是说 每一个病人都是应该是平等的 他不希望就是说 你今天要是有一个重病的时候 这个人也不要你那个人也不要 那怎么办呢 白卡新制度直接影响老人家的健保使用方法 将有许多地方需要适应 不过专家表示 许多华人长者习惯已不变 硬万变 反而容易错失福利 呼吁老人家要主动了解 老人家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很担心的 然后很怀疑的 他很希望维持不变 对 对不对 那你一跟他有一点点变化的话 他就马上跳起来了 专家指出健保改革是在必行 预计红兰卡规定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变化 建议老人家一定要及时做调整 另外本周的法律人生要告诉您 绿卡持有者有哪些要注意的 财富人生CBRE要教您计算房屋投资的发展潜力 精彩内容请无错过 东山新闻马力亭同地 二三级采访报道